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河洛小公主Alice 来跟大家上意大利咖啡课 Alice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嗨大家好 我是河洛的Alice Alice你今天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你知道又来做重量训练了 对 今天搬来了好多东西 Alice先介绍你今天来到 我们超级美食家所带来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 从这个咖啡机开始 这个咖啡机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Kimbo 就是几乎现在所有看得到的范围 都被我覆盖住了 那它就叫做金宝咖啡 金宝咖啡在意大利很有名吗 它是非常有名的 那它源自于意大利的拿破里 拿破里的咖啡 拿破里的咖啡厂牌对不对 对没有错 Kimbo 可是我们通常在讲到意大利咖啡的时候 其实脑袋里没有品牌概念 脑袋里只有espresso 是不是 算是很标准 是不是 对没有错 就比如说大家讲到意大利咖啡 脑袋里有品牌吗 有吗 其实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清楚的 尤其在台湾的社会来说 买得咖啡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没有错 而且呢 其实呢 Alice今天带来了几个东西 让我对意大利咖啡有一些新的改观 听众朋友记不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吧 去年我们那个时候上传了一段影片 因为呢 那个时候呢 有一位从拿破里来的国宝籍的披萨大师 这披萨大师叫什么名字 Alice 他叫做Adolfo Adolfo Adolfo那个时候呢 给我示范的颠倒壶 没错 今天有带到节目的现场 让大家回味一下 是 那所以等于是那个时候呢 Adolfo用了颠倒壶之后 我看到了意大利的咖啡机 有一个颠倒壶 而不是像大家所讲的 因为还有摩卡壶对不对 对 摩卡壶也是意大利 你今天没有带摩卡壶来 摩卡壶的话 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贩售这个品项 所以今天没有带 所以摩卡壶也是意大利的咖啡机 对不对 对 也是一种形式 那我看到了比摩卡壶 更传统的颠倒壶 对 我就觉得很有趣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Adolfo告诉我说 意大利的咖啡机 也有这种类似像Nespresso 是 的这种胶囊咖啡 而且在台湾还蛮流行的哦 对不对 对 台湾的话 其实Nespresso它的行销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其实呢 在大概是两年前 那Nespresso已经释出 它们胶囊的专利 也就是说市面上 其实现在有其他品牌的 这咖啡胶囊机 可以做选择 我有问题 好 Adrice 所以换句话讲 所以换句话讲 胶囊咖啡是Nespresso的专利 对 可是因为它呢 两年前因为商业的考量 对不对 对 它把这个技术丢出来了 没错 所以等于是现在胶囊咖啡机 不是只有Nespresso 才有 包括意大利 你知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Kimbo的这个品牌也有做 没错 那其实最重要 对它们意大利人来说的话 是它们意大利自有的品牌 它们也可以推出它们的咖啡胶囊 好好玩 意大利人接受咖啡胶囊吗 意大利人接受吗 它们其实是接受的 在超市的话 其实像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都有在做 就是像跟Nespresso 通用的咖啡胶囊 所以等于是 我今天搞不好 我买的不是Nespresso的机器 可是我可以买Nespresso的胶囊 对 对不对 胶囊咖啡 没错 所以等于是它们的规格是一样的 对 我们今天有上传这段影片 在超级美食家 我要让Alice把这个 Kimbo的这个胶囊咖啡机的顶端 拉开来给大家看 好 因为她讲说都是通用的嘛 对 所以她的用法都是很简单 就是把胶囊塞进去 没错 盖起来 盖起来 盖起来之后呢 然后按 你要小杯的 Espresso 意识浓缩 还是美式咖啡 就可以了 好 可是我要问Alice 这个其实跟Nespresso的咖啡机 它们的效果有不一样吗 还是说咖啡粉本身是意大利的咖啡粉 它可以做出 更趋近意大利的味道 它的做出的味道 是更趋近意大利的味道 对 那基本上的话 机器的原理是一样 但是Nespresso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企业 所以它们除了Nespresso之外 它们现在有另外一个机型 叫做Dolce Gusto 那那个胶囊 对对对 叫Dolce Gusto 台湾有吗 有台湾有 就比较大型 可以直接打奶炮 直接做打铁的那个机型 它把它结合在一起了 对不对 对 我有看过 因为在Nespresso 在Sogo摆货 大家知道我们都最熟Sogo摆货 在Sogo的这个本店 就是它们最老的那一家店里面 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大区域 都在摆Nespresso 我们那一次 我跟宝师傅两个人在逛街 靠上去的时候 其实立刻就有人认出我们来了 因为宝师傅自己 应该是说喝咖啡的形式有很多 宝师傅前一阵子也买了一个十万块的咖啡机 之后再请她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她现在不想买手表 她想买别的东西 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咖啡机有趣的 不过倒是很有趣 就像是Alice Alice知道我们家也有一台Nespresso 是宝师傅的爱图送她的 爱图送她的 本来一开始我们对于胶囊咖啡机的态度 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容易接受 因为大家在讨论胶囊咖啡机的时候 就会想到她的环保 她的回收 可是呢 因为她的爱图送了她一台 宝师傅从此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胶囊咖啡会有市场 我觉得除了便利之外 最重要的是新鲜度 是不是Alice 没错 那所以呢 Alice那次呢 她也送了几盒像这样子的胶囊咖啡来我们家 我自己一开始 我说这可以用吗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机器 可以用吗 是完全可以通用的 那在这边的话 先帮大家拆开 因为既然金宝是来自于拿破里 那我就选用她拿破里命名的这一款 让大家就是让瑞瑶姐稍微现场做品尝 那豆子是不一样的吗 它豆子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它烘焙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可是大家想到意大利咖啡会不会就会认为它很苦 烤到油都跑出来 这是我的印象吗 这是对的吗 还是说今天Alice你今天带来的这个胶囊咖啡机 还有三种胶囊 因为我其实可以看到上面有数字哦 对它上面是有数字的 简单的标示 对不对 对 这标示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其实呢 刚刚瑞瑶姐提到就是苦度的问题 是取决于它里面的咖啡豆的比例 那像金宝的话 它只选用两种的咖啡豆 一个的话是阿拉比卡 大家非常非常的熟知 那另外一个的话叫做罗布斯塔的品种 罗布斯塔的品种 对 那所以等于是它会用这两种豆子去混 对 它会依照它的烘焙程度 然后呢 它想要呈现的风味跟比例 去做它们两种咖啡豆的调整 所以10号它代表的是拿破里 对 10号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是写9号 9号的话 它觉得味道算是最浅的 那10号的话就是中间的程度 那再来的话就是12号 而且它意大利文还写了intenso 是非常浓烈的 intenso 所以我等一下喝的就是拿破里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然后Alice要帮我用胶囊咖啡机 来煮一杯意大利拿破里风味的咖啡 真的很难想象 没有想到意大利咖啡还有地域性的风味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好 好